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254-2903 世事如其纵横交错 每一步走动都有其深远的含义 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有时显现为浓浓的亲情 有时转化为淡淡的缘分 当这种缘分尽头出现 我们会看到一些信号 或许是天意的安排 或许是命运的征兆 1.子女成为父母的依赖 可能预示着远近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生命中最宝贵的存在 他们的成长与否直接关系到父母的内心安宁 当父母开始过分依赖他们的孩子 以至于把自己的生活情绪甚至命运都寄托在子女身上 这可能就是远近的前兆 这种过度的依赖就如同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可能帮助父母在心灵上获得慰藉 另一方面也可能透支孩子的经历和福报 当父母对孩子的依赖超过了一定显度 孩子可能会感觉到压力和疲惫 这就是远近的第一个信号 2.子女的表现开始失控 也可能是远近的预兆 在父母的教导之下 大多数孩子都能够明白社会规则 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但是当他们开始违背这些规则 表现出失控的状态 就可能预示着远近的到来 子女的失控可能表现为行为冲动 情绪失控 生活无规律等等 这些都可能是他们心中压力的反应 也可能是他们内心深处 对远近的直觉反应 此时父母需要格外注意 找出问题的根源 及时进行干预 否则这种失控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3.使命已经完成 是远近的明确信号 在世俗的眼光里 我们总是希望子女能够赢在起跑线上 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在命运的大棋盘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使命 有些人一生都在寻找他的使命 有些人则在年轻时 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只要使命已经完成 那么远近的时刻就已经来到 这可能表现为子女对未来失去了期待 也可能表现为他们对生活感到满足 甚至可能是他们的生命突然停止 无论哪种形式 这都是远近的明确信号 4.失去生活的希望暗示着远近 人生充满了未知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可能 然而当一个人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那他的远近就已经开始 这种失去希望可能表现为对未来的无望 对自己的失望 对世界的失望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人的生命结束 因此当我们看到子女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 我们需要立刻采取行动 帮助他们找回希望 否则远近的大门就可能被打开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 我们不能避免归去的一刻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理解 这些远近的信号 更好地应对生命的挑战 更好地珍惜与父母子女的每一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留下更多的爱和美好 我是东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